可能有些人覺得很好笑 為了一隻狗出廳睡覺 當你當牠是家人的時候 好像你家人有事 你都會想陪著牠 牠睡得安樂你都會睡得安樂些 你懂不懂事啊? 來吧 Lego是我家人的狗 我認識Lego的時候是四歲 牠認識了九年 現在是十三歲 斷了十字人 大家都像人一樣 花的心機比以前多了 我們都久不久都會煮給牠吃 煮給牠吃的時候 我都會看 上網看什麼是狗狗適合的食物 還有什麼營養 如果自己做到的就做吧 其實都不花很多時間 喂不要這樣了 弄傷了 要什麼吃? 西蘭芳? 椰蔥? 火雞? 魚? 很棒 很棒 買了很多食物給牠吃 希望牠想健康一點 這個是骨丸 吃到牠死了那天為止 醫生說的 左腳有事的時候開始吃 好想吃 蛋殼粉 好笑的 補蓋 最寧靜的時候 沒有啦 過來擦嘴 這裏也有 收拾好東西要看醫生 頭十一年都沒有病過 但是牠只去看醫生 應該是五隻手指掃得完 但是牠已經一年 牠真的還回來了 牠看了很多醫生 這一年 是醫生嗎 告訴醫生 你剛才是吐的 可以嗎 牠拿黃淡水 拿黃淡水給醫生 我們之前睡床的一切 牠的腳就斷了 如果跟我們睡 上床是有危險的 我就設置了個帳幕 我一開始就不習慣 但是現在呢 我就把我們的帳幕不斷改良 包括我們拉了一張單人床的床墊 未來都現在在想 可以怎樣回歸這張床 你躺在這裡 我的腳身在哪裡 牠以前是很活躍 很瘋 跑來跑去 和會在家裡搞破壞 現在就變成這樣 其實很感慨 因為你看著牠變了 外表看不出來 但其實牠有很多症狀 已經出現了 就會覺得 真的老了 老了很多了 我們睡覺了 進去吧 進去吧 快點吧 關門吧 快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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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吧